我告诉你小伙子就你这么出题谁也答不对 大爷呀我觉得就我这么出题 这个小大爷就比你强 不可能 大爷证明给他看 不行小伙子我智商还没有他高呢 我智商我智商老金井出题 太好了 请听题 说有一头老母猪带着九个小猪仔过河 背过仨去驮过俩去 你倒对啊老母猪一鼠够数了 请问咋够的 那个亲家他蒙里面 这个根本就不叫什么题 是不是一共九个猪仔 扛过沙背过俩去 他怎么能够数呢 他根本就不够数啊 这老母猪数不就够数了吗 不是他怎么能够数呢 不是如果我没蒙错的话 是因为这老母猪不识数吧 对啊 老母猪不识数嘛 哎呀 这完了呢 哎小伙子 你说谁不识数呢 谁不识数 我没识数 谁不识数 我没识数 你说谁不识数 我真的 谁不识数 停停停停停停 我有个好主意 不如你再给他出一个题怎么样 哎 小大爷说的对 大大爷请听题 说 说打南边来了一头牛 往北走了三步 拐弯向东走了七步 掉头向西又走了十步 请问牛尾巴朝哪个方向 这个题你可蒙不了我了 你前面什么油奶往北走走多少步 那都没用 对 对不对 对 关键是牛头向西 哎 牛尾巴朝东 哎呦啊 朝啥东啊 你啥呀 不管那牛头朝哪边 那个牛尾巴都从下 哎呀 从地下当了的 知道吗 你看哪条牛 那尾巴跟狗是上面晃的 大爷 我让您猜牛尾巴 您咋猜到牛屁股上去了 哎呀 我妈的后半生 要我说 说你啥 你这就 智商就是不行 那什么小伙子 这样这样 别生气 这种气 我这样 我那替我们老板 再次给你道个歉 完了 我再给你重新整一碗嘎的 大爷 您这个道歉 太没有诚意了 就这么完了 不表示表示 那你说怎么表示 您这样 我听说啊 这个店的老板啊 多才多艺 能唱歌能唱戏 您让他给我来个小才艺 我立马消气 这是你说的 对 你撞枪口含了 嗯 赶紧给他表演一段小才艺 完了他就不生气 原谅你了 我会弄老师 你原谅 原谅你经常给我唱 那个叫渣渣 那个 是那个 叫渣渣 小伙子你站稳定了 真的 我这才艺的一露出来 别吓着你 哎哎 你好好听着啊 行 先给我鼓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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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烂的道尔顿 道鱼马 黑烂的张飞 叫渣渣 夜夜香气 慢慢的花 闪闪的泪黄 叫渣渣 不是 沖 偶 站 Carry on 我 喂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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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s 呀呀呀呀 后半生可擦成啊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呗 说张飞为啥就想他妈了呢 他妈擦的就叫喳喳的 谁踩着他脚的这个妈呀 过去吧 我我说你擦的什么玩意 那叫喳喳是这么长吗 哎叫喳喳应该这么差 好 擦的太好了 这大爷擦的就棒了 我还没掐 不好意思换听了 那个听的啊叫喳喳应该这么长 你来了 蓝脸的东尔顿 当鱼马啊 红脸的观光真乘上 红脸的天雷 白脸的长草 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这样啊啊啊啊啊啊啥啊啊啥啊 eh.. 他们怎么样 太好了 他们都说好了 不用他们说 大爷 明天就是真的好 专业的吧 你俩别在这互相吹捧 你过来 你过来 专业业业业业 你跟我说句实话 就这小子 是不是你故意 把他找来耍我的 我怎么了 你找他来耍你呢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你说你不认识啊 我真不认识 小伙子 你干啥的 我干啥的 我今天来就是来揭穿你来的 你揭穿我啥呀 你呀 你骗我妈你 我骗谁了 你骗我妈 我怎么骗你妈了 我妈还特意说 脾气好 性格好 能歌善舞的 这长得难看 这无所谓了 我一看 这不是胡说八道 你妈是谁呀 不承认 你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你是一个很有道德底线的人 你怎么还能有这事呢 我有什么事了 我有 你妈是谁呀 不管是谁 以后跟你没关系 我不同意 我并得很难 我牧靖心 你肯定是谁呀 我肯定是谁呀